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在炸鱼块的时候到底是放面粉还是放淀粉 其实这个做法都不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除炸鱼块的小技巧 保证您按照我这个方法炸出来的鱼块 外酥里嫩,黄金酥脆,外酥里嫩 肉质鲜美还不稀油,皮脆肉嫩 放多久都不会软 接下来就把正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大草鱼,小葱,鸡蛋,生姜 首先准备一条在说话的大草鱼 我们先把鱼处理干净 洗干净之后再把鱼鳍都剪下来 鱼鳍不仅没有肉 还容易残留细菌 鱼尾巴也要将它剪掉不要 把鱼全部洗干净之后再将它剁成大块 厚度大概在两到三公分左右 全部切好之后转到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点小葱 切成长段 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放到鱼块里面 然后加入一小把花椒 接着往里面倒入小半罐的啤酒 然后下手把葱姜汁挤出来 用葱姜汁代替料酒 既可以去腥又可以增香 然后下手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我们用啤酒来腌制鱼肉 可以很好的去腥和嫩肉 双鱼以后盖上盖或保鲜膜腌制半小时 接下来在小碗中加入两勺玉米面粉 然后再加入两勺面粉 接着用筷子或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在小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筷子挑不起来就可以了 鱼块腌制好之后 我们把盖拿掉不要 接着我们把鱼块放到鸡蛋液里面 让鱼块的表面都能均匀地沾上一层薄薄的鸡蛋液 然后直接放到面粉里面 在鱼的表面都均匀地涂上一层面粉 增匀之后先把它放到盘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可以用菜籽油和花生油 因为它的腌点比较低 非常适合油炸 油温升至五层熟的时候 把鱼块下入锅中 下的时候要轻拿轻放 全部下锅之后先用小火慢炸 用筷子轻轻地翻动 使其受热均匀 我们开小火慢炸 把鱼块炸熟炸透 我千万不要太大 不然外面已经烧糊 里面却没有熟 多给它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先把鱼块的表面炸至有一点微微金黄 就差不多了 炸好之后我们先用肉勺将它捞出来 放一旁控干油粉 然后将里面的油温继续升高 捞掉里面的残渣 把油温升至九成熟的时候 再把鱼块倒下去复炸一遍 通过复炸鱼块才能够更加酥脆 这里炸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概十多二十秒就差不多了 把鱼块炸至表面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炸好之后先将它倒出来 放在肉勺中控干油粉 控干油粉的鱼块就可以装入盘中美美的享用啦 这样炸出来的鱼块外酥里嫩 咬一口满嘴硫香 也可以少上一点烧烤料直接吃 也非常棒 如果用红烧或者是炒辣椒也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长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长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看订阅,看见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